所以今天师父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时间短短 还有十分钟 因为讲太久 坐太久 等一下腰酸背痛 哎呀师父 他讲了这么久 所以现在的人 修学跟古代不一样 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要求的要快速 死的也快 你看过去的人有耐心 现在人没有耐心 心腹气躁 以前听经是跪下来的 我们现在听经 有时候坐在沙发 躺在椅子 甚至于可能躺在床上 一边听经 一边喝咖啡 一边听经 一次吃饼干 一边听经 一边看手机 一边听经 一边听音乐 很多啊 所以一代不如一代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退步呢 那才怪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人生 你看那个昨天有一位居士 他的母亲躺在医院 生病很严重 整个全身装 装那个什么机器啊 那个机器叫什么 就是说 希望能够救你起来 但是那个机器呢 首先你必须要把你的肉体 24小时打麻醉 不然的话呢 他会很痛 所以啊 经过这个麻药 24小时每一天 把你灌在你的身上 你看 我们这个人生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们要用功努力念佛 消业障 不要以后我们躺在那边 像跟他一样 那就阿弥陀佛了 很多人现在 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都是躺在医院 躺在床上生病 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这些的 种种的障碍 他才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念佛的人 尽量不要这个 我们要走得自在 走得轻松 什么时候离开 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留下来 我们什么时候留下来 你要修到这样程度啊 将来啊 生死自在啊 多好 所以要用功 没有经过用功是不行的 那怎么用功呢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叫做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这个深信 讲的就是真信 事实不退 是讲真意愿 像前两天 雪里有一位居士 跟我说 师父 澳洲环境不错呀 再加上我家里 太太也对我很好 而你又很孝顺 念佛一方面 往生西方也是很殊胜 但是舍不得啊 我舍不得也没办法呀 佛也没有逼你呀 没关系啊 但是念佛也不一定要 说你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一切许远 你不要勉强 所以有时候很多呢 这个真信 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环境一诱惑了 我们就容易被动摇了 很多人写佛 都是这个样的 听到音乐 哎呀 很好听 西方起的世界 有没有这种音乐 我告诉你 迷头经讲了很清楚 有啊 这种音乐很多啊 还有人摸本问的 师父啊 他因为他喜欢吃臭豆腐 问我 西方起的世界 有没有臭豆腐 有啊 喜欢你 只要你喜欢吃臭豆腐 他会有的 所以有时候 众生很多要求啊 看到这个要这个 看到那个 就要这个 所以西方起的世界 你看阿弥陀佛 没有医院的 全部都是因为众生 而所需要的 你需要健康长寿 他就给你健康长寿 你希望你这个身体 永远 金刚不坏 你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就金刚不坏 你感觉到 哎呀 我每天要吃饭 很麻烦 要煮菜 还有洗菜 还有这个 还要煮这个 煮好了 又要洗碗 还要洗衣服 还有这个 要去买菜 要买水果 哎呦 真够麻烦的 你看 你想一想 你每天 跟这个厨房在一起 你不会感觉很 很无聊吗 你又不跟厨房 相处在一起 又不行 你不吃饭 你不行 像师父 在雪梨 一个人住 你看 每天 早上起来吃什么 等一下好了 中午要吃什么 所以一天能够 吃一餐多好 你看多好 你看 晚上所以不吃了 多审视 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发达愿 思一得一 思食得食 只要你动个念头 你想吃什么 就在你的眼前 吃好了 自动消失了 所以阿弥陀佛发达 思愿都是以众生 为目标的 只要这个是正法 只要他如理如法 他就复合了 不如理如法是不行的 所以尊敬的 至于统修大德 对于净土的深信 真信 非常的重要